因為剛剛其實只要聽到跟宇二有關的獎項得獎都好興奮喔 反而到自己的時候 腦袋真的有一點空白 然後很硬撐 因為其實剛剛我是答應我女兒 如果媽媽得獎 絕對在台上不會哭 所以我剛剛做到了 我很開心 因為我覺得宇二真的被大家看見也被肯定 是一件非常榮耀的事情 這個榮耀是歸功於宇二的 我只是想說 現在好像在做夢 但又很真實 然後 媽媽一直努力沒有停止過在我喜歡的事業上面 希望他們未來的人生也可以跟我一樣 這麼這麼這麼努力